继续是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系列报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股 华都区财政局以暖心党建营造舒心营商环境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撑腰鼓劲 近日电脑店铺老板娘雷小玲收到一个好消息 店铺所在的永发电脑城经营方为她减免半年租金 算起来有好几万元 我感觉对于我们实体店真的是一个最大的支持 一二楼的商铺总共有四十五间 今年来我们电脑城就减租了六个月 基本上应减减减 我们电脑城所有商务都是达到减租条件 花都区财政局实施减免租金政策 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符合条件的全年合计最高减免六个月租金 大力疏解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困难 今年一到十月 花都区行政事业单位国企 共减免制造业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租金三亿四千多万元 党员干部都是深入一线去到商户档口去了解承租户的他们的经营困难 以及了解这个租金政策租金减免政策落实的情况 重点关注这个减免的范围是否全面 减免期限是否准确 花都区财政局党组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汇气工作上推出新举措 除减租外还全面落实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真金白银汇起纾困 广东国光电子有限公司是第三批国家级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之一 有员工近六千人 今年区内为该企业增值税留底退税六千多万元 大大缓解了企业资金流的压力 今年一到十月 花都区减税降费规模约53.92亿元 其中增值税留底退税总额40.88亿元 有利降低企业负担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大力压减一个非刚性的 非紧急的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支出 全面保障一个留底退税资金的需求 汇集企业是两千年五十七家 那用我们财政收入的减收 换取了企业活力的一个增收吧 蛇费 小牙